我在邓宇杰 今年14岁 我在美国出生和长大 我的妈妈是成都人 她总是告诉我 她的家乡成都 是一座海拔落差 超过5000米的超级城市 同时也是600多种 陆生野生动物的家园 在那里生活着 73只野生大熊猫 和170多只 可爱的圈养大熊猫 我回到成都的第一件事 就是约上我成都的中文老师 带我去看真正的大熊猫 比奇 你好 走 我们一起进去吧 好 你知道我们今天来的是哪里吗 熊猫乐园吗 对啊 我们今天来的就是 都江燕的熊猫乐园 你知道吗 都江燕的熊猫乐园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救治大熊猫和疾病防空的研究基地呢 嗯 而且除了都江燕的熊猫乐园 成都还有其他五个地方 可以看到大熊猫 成都一共有六个拍摄二条 对啦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成都 被称为大熊猫的故乡的原因 雨洁你知道吗 四川的大熊猫 占整个全世界 圈养大熊猫数量的75% 好多呀 对呀 除了四川 中国的甘肃 陕西 也居住着很多的大熊猫 你知道大熊猫平时都住在哪里吗 在这种说林 对 大部分大熊猫都居住在山区 它们很少居住在乡村 或者离人近的地方 你看这地方的环境怎么样 挺新鲜的啊 对 空气很新鲜 也有很多的树 很适宜大熊猫生活 对不对 嗯 现在时间是八点半 熊猫乐园马上要开门了 我们必须要走快一点 因为温度升高的话 大熊猫就要回到房子里面去了 走吧 雨洁你知道吗 在熊猫乐园我们有四个地方可以看到熊猫 它们分别是碳盘园 双蓝园 临泽园 还有蝶泉园 这么多吗 对呀 我们现在在的就是蝶泉园 它是整个熊猫乐园最高的一个园 我们在整个熊猫乐园呢 一共可以看到二十只大熊猫 老师你看 那只熊猫正在吃竹子 对呀 是不是很可爱呢 是的 你是近视眼吗 是啊 那你知不知道 其实熊猫跟你一样 也是高度近视呢 真的吗 对呀 熊猫其实也是高度近视眼 它们相当于人类的八百度近视 它们从一出生下来呢 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是因为它们从小就生活在茂密的竹林之中 光线很暗 久而久之 眼睛用镜废退 就没有办法看得清楚东西了 但是 其实这也并不影响它们在黑暗的环境下继续的生活 因为它们的嗅觉和听觉都是非常灵敏的呢 好可疑啊 意思就是你说这只熊猫现在看不到我们吗 对呀 这只熊猫看不清你 但是你可以看清楚它 你可以猜一猜这只熊猫有多重呢 一百斤吗 嗯 快接近了 再猜一猜 两百斤 答案已经非常接近了 其实一只熊猫的重量是非常重的 它们一般在八十千克和一百二十千克之间 最重的熊猫可以达到一百八十千克呢 这里的熊猫乐园呢 它是全国围的地方 将自然环境和熊猫的棲居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感觉回到了熊猫的野生居住地一样 熊猫也居住得非常自在呢 于婧 你看这只熊猫 它的名字 是橘子 对 它正在吃橘子 吃的香的不得了 它的名字叫西梦 它是1993年出生的 好老王 对呀 它已经28岁了 在人类的年纪中 它已经步入到古希之年了 西梦的爸爸是盼盼 盼盼呢 是世界上的一只英雄熊猫 英雄父亲 是因为盼盼呢 他有非常多的子嗣 他一共有130只熊猫宝宝 世界上有四分之一 圈养的大熊猫 都是他的宝宝 太多了吧 对呀 所以呢 他在熊猫家族中 算是辈分非常高了 而西梦呢 就是他的第二只儿子 其实西梦也有很多的子嗣 他也有六只熊猫宝宝 在西梦的一生中呢 他换过三次居住地 他最开始出生是在卧龙 后来到了宝新 最后呢 就定居在了我们的都江宴 熊猫乐园 成为他最后安多万年的一个别墅 走吧 玉杰 我们去看下一只熊猫吧 西梦再见 西梦再见 你看老师 他刚刚洗完澡了 我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熊猫洗澡呢 你知道熊猫平常都在干什么吗 吃饭 还有睡觉 对呀 吃饭 睡觉 爬树 很少见到他们洗澡 哇 太可爱了 你看他挂在那个木架上 我感觉他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看起来有点像 好 跟着 别的还在睡 姐 你看 西梦园阿姨要给这两只熊猫宝宝被奶了 阿姨 请问我们的熊猫宝宝喝的是什么奶 熊猫是我们的配酸奶 这个和酸奶还是有区别 这个是我们专门给他做的 专门给他配的 好 原来是这样子 为什么那只熊猫 大熊猫不愿意让饲养员阿姨给他擦脸 他不想擦脸 你觉得熊猫宝宝的生活待遇好吗 对 挺好的呀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吃这么健康 对呀 他们吃得很健康 而且还有饲养员阿姨 饲养员叔叔细心地照顾他们 看 他这会儿在吃什么 他在吃竹子 嗯 竹子 那你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子的哪个部位吗 不知道啊 嗯 你看一看 他吃的是哪个部位 吃那个 竹笋 对不对 天呐 太可爱了 宇杰 你看 那有只大黑熊 谁还在哪 黑熊凶猛 宇杰 你看 这里有黑熊的档案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对呀 他们看起来很像是夫妻 对不对 对对对 竹笋 竹笋 放开了 快点 看到了吗 我想看了看了 不要上去的地方 哟哟哟 你好肥呀 你知道吗 其实黑熊呢 也是熊猫的邻居 他们住在同一片栖息地 你觉得熊猫会有攻击性吗 没有吧 他们那么 可爱 呆萌 熊猫经常给我们的感觉 是非常的懒懒的 但他们其实也有很大的攻击性 看 那只黑熊正在咀嚼食物 它正在吃苹果 对 它正在吃苹果 熊猫和黑熊 它们是邻居 在同一片栖息地 但熊猫在本质上 它其实也是熊 它们也是食物动物呢 它们会像黑熊一样吗 对呀 它们会像黑熊一样 它们经常会吃一些腐肉呀 其实 嗯 在跟大熊猫的相处中 也要注意 不能和大熊猫太亲密 因为有的时候 大熊猫锋 锋利的牙齿和爪子 可能就会误伤到你 说到这里 我想考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熊猫 除了竹子以外 还会吃其他的东西吗 苹果 苹果 非常对 熊猫其实和我们人一样 也会经常吃许多的小零食 比如说苹果啦 窝窝头 窝窝头是什么 窝窝头呢 是我们人品是吃的一种主食 但是熊猫吃的窝窝头 跟我们吃的窝窝窝头 可不一样呢 熊猫吃的窝窝头 是特制的窝窝头 里面增加了很多的营养物质 钙呀 还有各种微量元素 是非常有营养的 哦 我们等一下可以吃窝窝头吗 嗯 我想我们也可以吃熊猫的窝窝头 走吧 让我们去看一下窝窝头的制作过程 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就是来做熊猫的腐蚀窝窝头 我要给你介绍一个 我们熊猫乐园的工作人员 也是我们的伙伴高老师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熊猫厨房 然后我们今天你们就是主要来体验 做我们的窝窝窝头 这个窝窝窝头的话 是主要由大米粉 还有玉米粉 米粉合成的 然后在我们混好之前 我们公众人员会额外的 添加定量的盐 以及一个鸡蛋 就是我现在给你们示范一下 怎么做 好的 你们可以先尝试一下 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形状 我们熊猫吃窝窝头 和人类吃窝窝头 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成分就不一样 比如说大熊猫 它跟我们的小宠物一样 它不能摄入太多的盐分 以及糖分 比如说摄入太多的盐分的话 它就是容易掉毛 跟比如说家里养的狗狗猫 是一样的 然后摄入糖分太多 它的牙齿容易坏掉 像我们大熊猫 它在圈养材账间下 寿命的话 平均寿命是能达到27%左右 但是在野外只有20岁 平均寿命好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牙齿的磨盛程度 像我们圈养材账间 一般都尽量给大熊猫吃 糖分比较低的 所以说它们的牙齿保护得比较好 我们可以吃窝窝头吗 可以的 就是这些都是 就刚刚我讲的成分 没有哪一样是我们吃的 只不过对我们来说 口味第一它可能偏硬 第二它可能就没啥味 因为盐也不多 糖也不多 需要把窝窝头 做成一个石心的形状 对 然后一定要就是用力的 来揉紧它们把它裂开 大概就像这些 你们要不要先试一下 好的 就你的大小 你不要做不 你的太小了 你都非常可爱 什么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老师 做好以后 我们一般是要蒸 蒸50分钟 然后就可以送到我们熊猫 卷身给我们大熊猫享用了 熊猫问答时间 熊猫问答时间到了 对 我们今天会采访一些熊猫乐园面的游客 让我们来看看熊猫乐园的游客 对我们大熊猫的知识了解多少吧 走吧 走吧 请问您贵姓呢 我姓很多 请听题 科学发现第一只大熊猫的人是哪国人呢 我们的选项有 中国人 法国人 英国人 英国人吧 您确定吗 可以再想一下 法国人 正确答案是 法国人 回答正确 1860年 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蒙戴维 是第一个在四川发现熊猫的博物学家 随后呢 他把这个重大发现公布于了全世界 好的 谢谢您的参与 大熊猫最喜欢吃的是竹子的哪个部分呢 A 竹干 B 枝叶 C 竹笋 也就是竹根 D 竹笋 竹笋 确定吗 确定 确定是竹笋吗 那我们才知道就是竹笋 那看一下答案正确吗 回答对了 就是竹笋 大熊猫的寿命大概有多长呢 A 十到二十年 B 二十到三十年 C 三十到四十年 D 四十到五十年 应该是B吧 是B 十到二十年 您确定吗 有点不太确定是吗 您确定吗 不是很对 所以选B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我们大熊猫的寿命 一般为二十五岁左右 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二十到三十年 好 答对了 非常好 请您说出三个熊猫的名称 对 这个 这个有点不太确定 您可以发挥想象 比如说我们一般称熊猫为我们的 狗宝 对 狗宝 第一个 可以给您一点小提示 跟熊猫平时比较喜欢做的一个动作有关 它们经常喜欢 滚 对 滚圈圈 对 滚滚 第二个女生 对 非常棒 再给您一点小提示 跟熊猫的英文名有关 Panda 对 跟Panda有关 但是又跟它的体型有一点关系 叫什么呢 Panda 但是又跟它的体型有关系 Panda 非常接近了 非常接近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 是 Panda 非常接近了 但我觉得Panda也是非常可爱的 其他呢还有 团团 团字 还有萌宝 好的 行 谢谢您 谢谢 雨桀 今天我带你在独江院的熊猫乐园玩了一整天 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挺开心的呀 虽然我今天看了这么多大熊猫 但是我没看够 我下一个地方要去哪呢 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拜拜老师 再见雨桀 成都 是熊猫的故乡 在这里 曾经是 冰威动物的 大熊猫坚强的活下来 而成都也努力 让大熊猫的家园 变得越来越美好 让它们在这里更健康 快乐的繁衍圣兮 成都的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 以保护和繁育大熊猫 小熊猫等中国 特有兵威野生斗舞 而闻名于是 我的朋友子佳 是熊猫的小粉丝 也是熊猫基地的乘客 他决定得带我去打卡这个 大熊猫的自然天堂 哇 终于到熊猫基地了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 人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哇 你看这儿 它写的小熊猫 我们要去看熊猫baby吗 不是 小熊猫 并不是babypanda的意思 它是另外一种动物 你想要去看吗 想要 那我们一起走吧 子佳告诉我 熊猫基地现已繁育大熊猫 143胎 214载 现存152只 是全球最大的 圈养大熊猫 人工繁殖种群 不同年龄段的大熊猫在这里 少长贤疾 其乐融融 这熊猫在睡觉 对啊 感觉它好懒的样子 你看它吃了好多好多东西 罗老师你好 你好 雨洁这是我们的罗老师 你好 罗老师 你好 你好 我是科普教育科的科普教员 哦 平时专门负责任者的一个工作 你们看到熊猫了吗 看到了 它在睡觉 它一天要睡多少个小时啊 大熊猫每天要睡4个小时以上 好懒啊 它不是懒哦 它是为了它节约它的体力 熊猫一天要吃多少啊 它们每天要吃10到40公斤的种子 10到40公斤 对 它一天55%的时间都是在睡觉了 那它吃这么多 然后它又睡这么久 它怎么消耗啊 就是因为它的消化利用率比较低 它身体里面那个分解的 消化的那个分解的霉比较低 所以的话它就需要大量的进食 所以它就为了节约体能的话 它就每天都在睡觉了 超懒啊 这个不是懒 是它一个节约体能的一个策略 是问你们一个问题吗 熊猫是不是只有黑白两色呀 我感觉就是 不对的奥色 你们之前看到新闻有没有吗 秦岭那边有那个 棕色的 我没有看到 其实除了黑白两色的 还有中色的 所以熊猫的话 不是只有黑白两色 熊猫基地一共有多少只熊猫啊 我们截止到去年年底的话 一共有215只大熊猫了 罗老师 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温度计啊 对啊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大熊猫在野外的话 它是生活在高深深谷里面的 所以我们一般到了室温超过25度的话 它就会在一个空调房里面的 哦 对 它很怕热对吗 对 你们摸过熊猫的那个皮毛吗 之前有 对很厚很厚 所以它是一个不冬眠的动物 它是一个很弹 它是喜寒 然后怕热的一个动物 所以的话一到25度的话 它就进到空调房里了 那等一下你们去前面瘦瘦逛的时候 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哦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老师 3 2 1 你看那还有熊猫 我们快去看 哇 你看那只熊猫好小啊 孟老师好 你好 你好 这就是我们的亚籽大熊猫 因为我们的大熊猫来生产了之后 然后又会跟那个母兽一起相处很长一段时间 一般我们在1.5岁左右才进行一个断奶 所以说你在这看的就是我们那个 跟母兽还在一起的还没有断奶的幼长 你们会经常跟它们玩吗 我们一般 我们不会跟成年大熊猫一起玩 一般情况下玩的话就跟那个又年大熊猫一起 但是我们也不会单单纯的为了玩而玩 也就是在有些时候 他们需要我们协助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那个进去帮忙 比如说像有些特殊情况 它那个状态不好或者天太热 然后又特别他们玩的时候 然后我们才会进去协助它 我们可以跟他们玩吗 在各种游客的话 跟大熊猫接触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人身上会携带各种各样的微生物 有些可能对动物那个幼崽是有害的 对大熊猫是有害的 但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 但是跟他们接触了之后 就会把这个东西承认给它 会额外的带来很多不知名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在那个饲养管理过程中 就会严谨这些游客 跟那个熊猫进去接触 是不是还因为他们有受损 这个是一个方面 跟神殿大熊猫是不能接触 一个方面其实也是为了保护 那个人的一个安全 因为大熊猫的话 它的攻击性 应该叫伤害力是特别大的 因为它的拳尺很长 它的咬合力也很强 目前的话普遍认为 它的咬合力仅次于北极熊 在猛兽界的话排行第五 余杰和梓佳 那个剩下的你们先自己逛一下 我这儿有工作先去忙一下 好 谢谢凤老师 凤老师再见 拜拜 我们去看看吧 大熊猫基地 以大熊猫为主的周边产品非常多 这是我们今天的胜利品哦 其实大熊猫对于成都 这座城市的意义 也远远胜过一种萌物 它用简单的黑与白 免购买的大熊猫 描绘着人与之缘 冷和谐工程的生态图景 讲述着绚丽多彩的故事 这也是成都独特的魅力 这种魅力 只有亲自来到成都看看才会知道